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这次带大家来到桃园中立的人海宫参拜中立嘛 哇,你们看现场人好多啊 我们拍摄时恰逢妈祖娘娘圣诞 而今年是中立人海宫198周年的妈祖文化季 所以人海宫有一系列的绕镜、采接等等的庆祝活动 其中还特别邀请到正统的东京高原寺阿波舞 来台湾演出 不用出国到日本就能够欣赏到阿波舞 也难怪现场有这么多人 七掌櫃也会带大家四处来看看 这集拜拜够,大家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 人海宫的建筑布局 承袭至中国南方的建筑传统 包含前殿、正殿、后殿 是属于三殿市的建筑格局 三门独立于庙殿正前方 赤柱三门的外形 绚丽夺目的重严 正体中央制衣火珠 左右两旁至双龙相向守护 象征镇压狼火消灾 待会妈祖娘娘就要露镜回来了 我们先到庙里参观看看吧 两旁 仁海宫見于道光年间 至今大約有200多年的歷史哦 仁海宮原本是奉世觀世音菩薩 有13個鐘頭奉拜 但是後來在新元1828年 為寶金商旅客旅途平安 所以就從北港朝廷宮分離媽祖回來 之後就以媽祖娘娘為正殿主神 所以現在仁海宮的最大慶典日 就是在農曆3月23天上聖母聖誕的這一天 而仁海宮現在也是中立地區 很重要的媽祖信仰指標哦 一樓正殿供奉的就是天上聖母 前方還有護法神清理眼將軍 以及順風爾將軍 兩邊神龕也還有供奉三官大帝 以及祝生娘娘 在等日本阿波舞團表演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一樓的後殿看看吧 一樓後殿的大禮堂 平時也會供各項集會活動來使用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有很大的一個招財規 這是由契紫會所進貢的 讓祝壽大典大有看頭哦 我們再靠近一點看 這隻招財規真的是蠻大的哦 長有5公尺 寬有3.6公尺 高呢大約是1.9公尺 契紫會的成員大約有4000人 年齡從剛出生的新生兒一直到99歲都有 這次總共召集了580位起司來進貢 使用了3300包平安米 疊至成招財規哦 墨店這裡供奉的是城鄉媽祖 秀玉媽祖以及藥師佛祖 旁邊兩側也有滿滿的點燈 先來帶大家看看中間供奉的千年城鄉媽祖 這是民國108年增設的城鄉媽祖店 也是台灣最大的千年城鄉媽祖雕製品 這尊城鄉高有109公分 而且重達53公斤哦 當初也是耗時了兩年 以10萬刀精心雕塑而成 而且身著官服真的很罕見 可媲美大甲金聲罵以及宜蘭珊瑚罵 有機會也會帶大家去看看哦 而右邊這尊是秀玉媽祖 神尊高有153公分 重量可是有兩頓重哦 媽祖神像髮像莊嚴栩栩如生 白白靜靜的樣貌 現場看是真的很漂亮 然後最左邊供奉的是我們的藥師佛祖 可以祈求我們的身體健康平安無災 這是媽祖娘娘剛剛繞進回來的神教 上面還有精緻的龍鳳木雕哦 第一把別の阿波羅 誰這麼危機都圓是做的 特別適合商標 有經常活動單位子 是關於這個程度 最過程是壓力的 刑事的活動單位消費 舞團已經來到現場咯 我們趕緊去外面看看吧 聽說表演者總共有上百位哦 好幾台遊覽車都陸陸續續過來了 阿波舞團舞者穿著浴衣 跟著音樂一邊跳舞 一邊踩接 一邊演奏著傳統民謠 就像是身在日本 真的是大寶眼福耶 而日本阿波舞團也因為疫情 四年沒有來台灣表演了 這真的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阿波舞 阿波舞 阿波舞舞舞舞團團 我們在這裡 中沙高雷劍 還有更完整的片段七掌櫃會放在片尾 我們先來繼續往二樓的神殿參訪拜拜哦 小春蝶 上来二楼先来参拜官圣帝君 旁边还有神龙大帝 文昌帝君 至圣先师 以及亚圣夫子 在二楼的另外一间神殿是圆城殿 中间供奉的是斗老援君 两旁则是有财神爷和月老新君 以及两侧还有供奉60甲子星君 中间供奉60甲子星君 接着我们继续往三楼上去 三楼正见的是观音殿 有供奉观世音菩萨 普贤菩萨 以及文书菩萨 法相也都是非常庄严的哦 文书菩萨 不知不觉夜色渐暗 晚上的人海宫也别有一番风味 因为隔天就是妈祖娘娘圣诞了 现场来参拜的信众也越来越多 大家都很诚心为妈祖娘娘祝寿 前程祈福祈愿 在影片的最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夜晚的中立人海宫 以及欣赏日本阿波舞的演出吧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夜晚的 我会给大家看夜晚的 我会给大家看夜晚的 那我还好上面 我是陪你 说你自己正在这儿 那我还好看夜晚的 我还好看夜晚的 我还好看夜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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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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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